这是一个半台啊 看看丁俊辉能不能抓住机会 前两局比赛应该说奥山里闻没有失误啊 而且这个中远台有点变态准 这也意味着这场比赛对于小丁来说啊 真的是要稳妥 第二局刚刚那致命失误啊 多少有我嘴欠的这个原因 奉平心态啊 最近我这开发出来好多新项目啊 篮球足球排球次不用多说啊 乒乓是这个咱们的看家的项目啊 主要的项目 然后呢跳水斯诺克 现在都说啊 田径主打的就是一全面 明天开始呢 这个混团也开始了啊 咱们就回归正夜 开始说乒乓了 那 点准准回状态没问题啊 相信他 这高杆向前冲的非常凶啊 而且这个处理 这第二局第三局处理的都不错啊 是什么意思啊 25 线路稍微有些直 推上去直接打这右侧的红球 左侧左侧的 左侧 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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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侧 近期 这打球确实是不该丢啊 情况有些类似 准啊 锁钢回来K一下啊 这球不太好处理 真不犹豫啊 抬手就打 我的天还进 火箭这状态有点神啊 确实是真好 16 17 你看欧沙里面这平均出根时间0.18 这这这所有球员也全算上都踏着最快啊 穿气 这个台球不像乒乓球啊打快的不行了打慢的也不行了 哈哈哈哈 不是大哥今天一个失误没有呢啊 咱们得念头念头行吧 虽然我们确实也非常喜欢欧沙里面 但是这个毕竟是跟小丁打 又悬呀 又悬呀 这比赛 欢迎咱们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啊 没事的咱们聊聊天 这边 给小丁加点油啊 然后没有关注主播的走过关注 开场几局呢 确实我们 打晚上的 稍微有些困顿啊 看的 从精彩程度上没有问题啊 这个火箭的准度确实非常漂亮啊 有些球打得很精彩 譬如这一干 我的天 走位也可以啊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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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关键一球 九度还是比较大的 我让你们会不会失误呢 还紧 这球进了超分了啊朋友们 六十九 七十九 七十九 谢谢 70 84 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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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不错 丁凯辉就是这点失误 这没什么脾气 这高手对决 你这个失误一来 确实这局可能直接葬送